大家好 我是陳永恩 Jophie Chan 播出的日期是10月6日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兩個話題 而這兩個話題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播毒 特朗普在播毒 而我們香港的教育界都在播毒 特朗普說染病可以回春 結果被華春瑩一句串爆了 我也會和大家討論 而懷疑是釘牌讀教師的播毒教材也曝光了 我也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在開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永恩 Joph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你可以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旺媒和攬收派 不想大家知道有關播毒的真相 大家不要忘記 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進入我的影片 惡意攻擊和意圖令我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首先說特朗普 因為感染新冠病毒 入院治療三天後可以出院 他回到白宮 而白宮在這段時間亂發放信息 前後矛盾 被指隱瞞特朗普的病情 無論如何 特朗普還未好 都為大家很樂力地做秀 昨天他坐了總統的專車 離開軍方醫療中心 向他的支持者揮手 但隨後 專家說 因為總統專車是密封的 所以傳播機率非常之高 跟他同車的工作人員真是慘了 特朗普真的傳播病毒 因為近幾天 特朗普的白宮群組 都在迅速擴大 至少有二十多人染病 做特朗普的幕僚真是不容易 除了日常要叫他閉嘴之外 在現在疫情 更加要叫特朗普閉嘴 美國的疫苗現在未研發到 特朗普的主趁醫生 可否妙手回春 也未知道 但似乎特朗普發現到 如何可以回春 十幾個小時前 特朗普發了一個Twitter 不單止實際上在播毒 思想上也在播毒 他說現在雖然染病 但感覺非常之好 還叫美國人不要怕新冠病毒 不要讓他支配他們的人生 最重要的是 特朗普說他染病後 你的感覺比起二十年前更好 年輕二十年 當喝消毒劑也有美國人相信 我擔心也有美國人 聽完特朗普這樣說 就去染病 以為可以年輕二十歲 當特朗普在自吹自擂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就講中特朗普的死穴 看見特朗普好得這麼快 而美國至今已經有 超過742萬人確診 有大約21萬人死於新冠肺炎 華春瑩說 對這些病人持續受苦 覺得很心痛 真誠希望所有美國人 都可以接受 像特朗普總統那樣好的待遇 那樣好的治療 據了解 特朗普在短短幾天 已經接受了三種藥物治療 證明如果美國認真看待疫情 人人都可以是特朗普 美國有特朗普人播毒 而我們香港也有黃絲播毒 教育局昨晚也就是10月5日 公佈經過深入的調查和紀律程序之後 在今年的9月下旬 取消了一名教師的註冊 將它釘牌 教育局認為這個教師是嚴重專業失德 這名讀師設計的教材 有計劃地散播港獨 不符合基本法 但教育局沒有公開攝氏的教師名字 以及他做過的具體惡行 經過傳媒的追查 據了解 那名被釘牌的教師是來自九龍堂宣道小學的 大公報在去年9月12日報道過 就是一張題為《不能逾越的紅線》的工作紙 對象就是小五的學生 學生在做這份工作紙之前 就要先看了《香港電台》2018年9月的節目 節目的內容就是訪問香港民族黨治療人陳浩天 大家都知道陳浩天是誰 他是鼓吹港獨的 而他的香港民族黨也是根據社團註冊條例被取締了 這班小五的學生在看完陳浩天的訪問後 就要回答有關港獨和言論自由的問題 學生更加不允許把教材帶回家 這個工作紙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就和大家搜羅資料和分析一下 讓大家可以明辨是非 這張工作紙題為《不能逾越的紅線》 其實和《香港電台》《鏗槍集》其中一集是同名的 內容有四條和言論自由和港獨相關的問題 第一條就是問什麼是言論自由 第二條就是看完黃媒《香港電台》播放港獨組織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訪問後 他提出香港獨立的原因是什麼 可以看到這份工作紙小朋友回答了五點 當中我覺得最離譜的就是 搞港獨是因為內地同胞不排隊 和隨地大小便 大家可以看看小朋友 小學生而已 在小學裡面究竟在學什麼呢 第三條就是有關台獨的 就是問到在前年舉行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上面 台灣就是一個導演 究竟他講了什麼影響到一個中國的完整性 但問題的用字是 觸動大陸誓要保持領土完整的神經 可以看到其實用字都非常負面 有立場 有預設 說到保持領土完整好像很不對 其實當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都引起了不少的風波 因為那名台灣導演說自己作為台灣人 他最大的願望可以看到他的國家 也就是台灣 很明顯是台獨 有一天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的獨立個體的看待 這一番的言論引起在場不少參加者的不滿 不想被代表 也不想被騎劫 而作為評審團主席的拱禮更加拒絕上台的頒獎 其他演員上台發言時也很明確地用中國台灣形容台灣 不過當然工作紙我們就見到沒有提過 第四條就是問到香港沒有了言論自由會怎樣 那個小學生就答說香港可能不會進步得那麼快 讀師就讚小朋友答得好 小朋友就好像LunchDD一樣 其實你讚他他就以為自己是對的 然後就一直在重複地做同一件事 根據大公報當時的查詢 就說時任的宣導小學校長李關美梅 就承認那張工作紙就是在去年的三月推出的 不過校長亦都涉嫌包庇讀師 他就說學生有一定的時事分析能力 可以明辨是非 明辨是非看RTHK不是吧 這個校長本身有沒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都令人質疑 難怪可以縱容讀師去播讀 根據我們正常人說要明辨是非 當然是看Y2K 怎會看RTHK 大家說是不是 時任的宣導小學校長李關美梅 就說老師有告訴學生 基本法是保障香港言論自由 就不需要走到港獨那一步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工作節 完全沒有提到基本法的正確訊息 雖然時任的宣導小學校長李關美梅 似乎包庇港獨的教材 就說到沒有問題 但其實李關美梅當時已經說 有關的工作節就不會再出現 而學校就是主張政治中立 不支持港獨 雖然時任的九龍堂宣導小學校長李關美梅 似乎覺得自己讀老師和學校都沒有問題 不過其實李關美梅現在都沒有再做 不只是讀老師沒有再做 他也沒有再做 報道指教育局認為那名教師是嚴重專業失德 教育局更加有說到 那名讀師在調查期間有足夠的伸述機會 也有找到法律意見 當然有足夠的伸述機會 大家可以看看那份工作址 在去年三月推出 而事件在去年九月曝光 但在工作址出了事隔年半之後 教育局才出手 可以說不只是有足夠的機會 就是太多的機會太多的時間 教育局也有說 涉事的校長和副校長都是監管不力的 所以也有向他們發出了譴責信 至於其他沒有考慮到教育的內容究竟合不合當 而去分享了有關的教材 那些教師 教育局也有發出書面的警告 但留意教育局也沒有公開是哪一間學校 哪個校長 哪些老師 而大家從報道可以看到 涉事的黃老師是不讓學生把教材帶回家 所以有很多家長並不知情 那做家長究竟可以怎樣去監察呢 九龍堂宣道小學的事件 相信只是冰山一角 但這次事件至少可以看到 政府是拿出魄力去正視問題 和之前很多宗轟動一時的黃教師案很不同 除了九龍宣道小學的事件之外 之前在加勒薩聖心書院通識科的老師 萊德忠也在去年Facebook上載了黑警死全家的頭獎 而真道理書院的助理校長戴建輝 也在Facebook上咀咒警察的子女過不到七歲 又咀咒這些小朋友20歲之前會死於非命 這兩名失德的教師的惡肯引起全城的哗言 大家也不會忘記了 有很多是正常人作出投訴 要求學校將這兩名失德的教師解僱 也促請教育局嚴肅跟進 不過最後教育局也讓這兩名失德的教師保留教職 萊德忠更加說自己只是一時情緒激動 教育局只是發了一個譴責信 警告他如果再犯才會釘牌 19年6月12日金鐘暴動現場 時任拔萊女書院通識科教師楊子俊 也有暴力衝擊前線 警方以暴動罪將他拘捕 事後這名教師居然踢補 今年6月11日也一度傳出 拔萊女書院會被他重返學校執教 可能因為大家的輿論 拔萊女書院知道事態嚴重 這名爆眼教師在同月18日自爆 學校不會再跟他續約 決定提早在7月辭職 沒有了學校資料 他一度表態要跟葉建源爭取教育界立法會議員 向那份的娘子出發 這件事教育局當時只是學校有責任確保 請回來的教員合適 是能夠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 學校在這方面有責任把關 不要讓政治進入校園 另一宗與失德教師有關的就是小學藍教師楊博文 他被控2019年11月11日 也就是所謂的大三伯 襲擊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被控襲警 在粉嶺裁判法院審訊 裁判官裁定被告的罪名成立 批評被告楊博文為人私表 但守法意識博弱 作供時更加說謊 亦沒有悔意 最終法官判他監禁九個禮拜 楊博文時透露學校已經將他解僱 他引述辦學團體說不會再聘請他 不論他上訴成不成功 可能見到這麼可憐 他成功中籌到五十萬 看來爆眼王教師楊子俊也應該要效法一下王博文 中籌好過 怎樣跟葉建源爭呢 另一宗很轟動的王教師事件 就是孔聖堂的中學時任處理副校長何白欣 在今年2月被揭發 借警員確診的消息 在Facebook轉發一手床頭師 去驟罵黑警死全家 一個都不能少 教育局被學校去自己調查 最後決定終止他的處理副校長職務 但他相信何白欣只是對貼文內容敏感度不足 並不是蓄意 所以就放生他 讓他繼續教書 教育局也是被學校去處理 又或者放生一些黃絲 不過今次九龍堂宣道小學的事件 就可以見到 教育局真的去整肅校園的亂象 不過也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正如我所講 九龍堂宣道小學在去年三月播讀 年半之後教育局才出手 現在才出手 其實跟我們正常人的期望都有落差 相信如果沒有大家的督促 向教育局反映問題 教育局也不會理會 所以我們也要繼續督促 繼續去觀察 如果只此一次而沒有美陣 也不是一個迎難而上的政府應有的做法 有消息說下一個會被釘牌的 也是一個引起廣泛輿的黃教師 這名黃教師在今年五月網上流傳 息息園主辦的可立小學小儀常識科進行教學 內容我不可以說它是教歷史 它是在篡改歷史 它就說鴉片戰爭是因為英國 為了消滅鴉片而發動的 港人港地收到消息 很有可能下一個會被釘牌的 就是這名可立小學教師 如果是真的 就真的值得慶祝 教育界議員葉建元批評 教育局的罪名是生安白做的 可以見到葉建元為了資糧 接受人大委任言人 相信無論如何都要出來說一下 反見現在政府這麼有決心去整頓教育界 看來它接下來會有持續的高曝光率 可以讓葉建元的選民看到它是有發聲的 這樣葉建元明年才可以永續資糧 我建議若葉建元覺得教育局的罪名是生安白做 葉建元大可以陪同九龍堂的孫道小學那位前皇教師現身說法 至於教育局應該應葉建元的曲線要求 完完整公開失德教師的罪名 都不只 還要公開攝氏的教師名和學校 這樣才可以做到公義 前特首梁振英牽頭成立的803基金 在9月30日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教育局公開被裁定專業失德的教師名 涉事的學校和相關案件 我覺得應該相關齊下 立法會也應該要做些事 立法會可以成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質德的教師 不可以只是依賴民間的力量803基金 也不可以只是依賴法官 一方面可以讓攬炒派的支持者看看 一群攬炒派如何發揮他們的功能 如何阻擋立法會運作不成 另一方面 家長又可以放心知道如何為小朋友選擇學校 不知道觀眾朋友你認不認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關上課室門 讀師教什麼講什麼就沒有人知道 可立小學的鴉片教學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要網上授課 相信家長都不會發現自己的子女 究竟在學什麼 而九龍堂宣導小學的港獨教材 讀老師更加不讓學生帶回家 可以看一張工作紙真是蓋炭 教好是一輩子 教壞只需一張工作紙 每天每個家長上班拼搏 就是為了子女公書教學 但是子女在學校 每天都被潛延密化洗腦 學的其實是一些港獨的資訊 星期六日休息的時候 如果看到電視的話 可能就會發現子女是暴動的現場 又或者要去到警署去保釋他們 實在太遲了 這一年相信對家長對教育局 都是一個尋同的教訓 對畢業沒有正常機構 願意請的年輕人來說 都是一個尋同的教訓 正常的年輕人都當災 在總結這條影片 我想用中大醫學教授兼前校長沈祖堯 最近的一句話去總結 他說不同意有人說要放棄這一代年輕人 他說如果放棄這一代年輕人 就等同放棄未來 不同的報道都說沈祖堯是反駁 美心集團創辦人的大女 吳淑青的言論 沈祖堯是否反駁吳淑青 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沈祖堯都掩活了 說就容易做就難 所以他都不在香港做校長 因為新聞都同時報導 沈祖堯將會在明年出任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醫學院院長 去到新加坡教書 不在香港教 一起去教好這一代年輕人 沈祖堯又不拿自己的生意和錢去教費 不開公司去聘請這班暴徒 給他們機會融入社會 沈祖堯當然可以這樣說 但政府就不可以只有港幣 疫情病毒和教育界黃教師 向小朋友播毒都是一樣 禍害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冠肺炎大家可以看回特朗普就知道 幾天都可能可以醫得七七八八 但教育界黃老師向小朋友播毒 小朋友可能一輩子都醫不好 如果教育界不去面對 五年十年很快便是一代人 到時要討論的 就不是放不放棄這一代人那麼簡單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 黃梅和攬炒派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記得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如果支持我的 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和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C-First和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請我看你的影片 你看我張剛才能 收到不來嗎 戰鬥 抗丁 快速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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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溫